2200买了一台国产4G手机 兄弟们我怎么觉得 我有一点当了冤大头的这么一个感觉 毕竟现在满是千元5G的这么一个时代 我还花2000多去买一台 上市了很多年的二手的4G手机 是不是感觉有点特别离谱 这台机器大家看一下 Mate 40 Pro 一个8加256G的这么一个内存 已经升级了一个鸿蒙3.0的这么一个系统 我这台是一个4G的版本 它还有另一个版本 是一个5G的这么一个版本 这台机器的话 麒麟9000的这么一个处理器 日常使用的话也是非常流畅的 这个处理器的话性能还是非常给力的 然后它的功耗也特别低 正常使用一天一充 基本上是不用带充电器的 电池健康度还有95%的这么一个电池健康度 这台手机的橙色大家看一下 还是挺亮的一个9五星的这么一个橙色 后面一个莱卡认证的摄像头 拍照的话我个人觉得 对比现在的旗舰机来说的话 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它这个莱卡的拍照 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清晰 这台手机的话 它更换了一个原装的外屏 然后NFC坏了用不了 屏幕有一点小老化 日常使用不明显 其他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么一个价格 换做是你们 你们会去买一台世纪的手机吗